這一條就是文化路 非常熱鬧 我家就在文化路底嘛 這文化路算是永和發展 比較早的一條路了 算是一條老街 不要看它小小短短的 它美食可多啦 很多好吃的都在這條路上 在地上 你在地上 在地上 想必你吃飽了吧 想必你剛剛吃什麼 你剛剛吃什麼 吃那一家 吃麵啦 吃麵是吧 它有沒有吃飽 沒吃飽 所以咧 我把老闆給吃下 我把老闆掉掉 老闆現在吞在你肚子裡啊 你太過分 太過分 你把頭髮也在地上 混蛋 人家莎莎那一隻青蛙王子 每天是陪他吃香喝啦 這隻在地人 是從早被你們打到完 命運怎麼差這麼多啦 聽說這個在地的人有在講 這種店它是比較晚 晚上在開營業的 是 那麼到了這個凌晨的時候呢 更是有很多這個年輕朋友 出去夜店玩啦 還是說喝完酒啦 肚子餓了 吃宵夜 凌晨去那裡吃 就是來這裡吃 就在這邊聚餐 對 對啦 這一間在永和安和宮前面 開了30多年之後 晚上營業的小麵攤 不僅僅是很多在地人 兒時的回憶 到現在很多年輕的夜貓族 也會為了他們家的麻醬麵跟乾麵 特別跑來這裡的高官喔 聽說你每天都來吃大麻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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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麻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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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早味的這樣子 跟我吃的感覺硬好啊 你厲害啊 真的 你還好沒有加入食尚玩家主持群 要不然TOMALO就被你幹掉了 真的 還好 阿翔也只一口耶 是啊 這邊的麻椒麵 老闆有說啦 它的調味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放了芝麻醬 醬油 蒜蓉 還有肉燥 以及最重要的豬油來調味 雖然看似簡單 但是口味可是一點點也不馬虎耶 這一口麵吃下去 我要徹底檢討我自己 你其實很早以前 就應該要這麼做了對不對 對 我在這裡住了六七年 竟然不曉得這麼好吃的麻醬麵 我一直在吃隔壁的炒飯 然後剛剛就在說 隔壁這家炒飯很好吃 可是今天沒有開 對啊 好好吃喔 但是它的麻醬它這個香歸香 濃郁歸濃郁 但是不會很濃稠 這整條有沒有 是很順口的 味道剛剛好 不會太甜也不會太鹹 就是這個普羅大眾的口味 好吃喔 吃完了麻醬麵 再來吃這個乾麵 老闆有說 他們家的乾麵沒什麼祕訣 就只有蒜蓉 醬油 肉燥以及豬油來調味 這真的有這麼簡單 我看老闆你一定有看法喔 它的麵還算有彈性 但是我覺得它那個肉燥 有那個古早味 不過古早味就是那個 稍後的一點點蛋的 類似豬油的香氣 就吃它那個味道而已 這樣子的攤飯 肯定要有古早味 對啊 再不古早味誰來古早味 對 還真是不錯 還真是不錯喔 又簡單又好吃 不錯不錯啦 有時候簡簡單單就是一種幸福 這家有濃濃古早味的小麵攤 就在安和路上的廟口前面 要有餓喔 他們只開晚上 從六點半開始賣啦 賣完就收湯啦 大家可不要傻傻的 大白天就跑來耶 可以 好 感谢观看